中原地產特約 智庫通智庫群組 是由 資料庫迫爆的 中原地產特約播映 歡迎收看中原地產特約 智庫通智庫群組 這時候請來今早的嘉賓 就是渣達香港財富管理 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 Hello,Will Hello,早安 看到最近美元都弱了 即使昨晚出來的一堆經濟數據 都好都好 不過美元的支持 都只是屬於短暫 仍然是弱勢 除了令到其他的匯價有影響之外 其實對於其他的股市 又有甚麼影響 2017年我們看到 美元整體 比例是帶動了全球的一些風險資產做好 而我們相信到2018年 這個趨勢都會持續 我想對於香港投資者來說 可能最關注就是 我們看到的股市都影響到比較高的水平 可能有一些遺高的情況 但要留意 以往的經驗 我們聽到美元皮弱的時候 整體都會離好了 包括港股和中國股市 在內的亞洲股市 而我們相信這個趨勢 在2018年都會持續 我們逐個說一下 特別是亞洲或新興市場當中 包括有甚麼特別的股市 特別利好呢 去年2017年 我們看到亞洲股市表現 明顯得有突出 也跑贏了新興市場的股市 到今年我們仍然相信 亞洲可能是環球 那麼多地區股市中最吸引 除了剛才說的美元因素之外 另外也要留意股值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 在2017年有很大的升幅 但從歷史的數據看 其實股市仍然對比 以全球指數為例 仍然有折弱 現在來計 MSCI的亞洲指數 對比全球指數 仍然有約2成的折弱 換句話說 仍然是便宜的 雖然比我們之前看到 是更加便宜的情況 已經有改善了 後次我們相信 盈利會是其中一個 支持亞洲股市因素 也是為何我們在2018年 仍然繼續看好亞洲股市的原因 為何美元弱的情況 會利好這些股市 當中包括會否是資金 流入相關的市場 你剛才看到 亞洲股市當中都會包括 韓國或中國市場 以中國股市為例 股值又吸引嗎 中國股值吸引源於 因為去年 新加坡是落後大事 但要留意的是 19大之後 似乎政策方向逐步明朗 另一方面 我們看到中資股的業績 在去年其實都是理想的 貴到逐貴 在數位的情況 而我們相信2018年 都應該可以持續 暫時來看 市場普遍預計 2018年中資股的市盈率 可能任務都是13倍左右 而盈利增長可能會達到一成半 這個都會有機會繼續移動中資股 未必會有一個很強勁的升幅 但整體來說 相信仍然能夠持續上升 暫時來說 看不到高位會大幅回復的危機 最後看完南韓那邊 首爾的股市情況又如何 南韓可能去年 大家都會關注定員政局的因素 但其實南韓股市去年的升幅 是非常好 一方面源於股值 其實比中國更低 現在來說 其實南韓股市 仍然低於10.1 另一方面要留意去年 其實是科技概念 我們本地的一些科技會做得好 同時南韓其實也有很強的科技概念 這個也會有機會繼續支持南韓股市 所以整體我們相信 今年地區來說 我們最喜歡亞洲 而亞洲之中 我們最喜歡就是中資股 和南韓兩地的股市 好啊 看看我們接下來這一年 這幾個股市裡面 會否真的有一個好表現 好啊 謝謝Will 我們下次再談 提醒大家 剛才Will只是個人意見 並非投資建議 或者是推介 對任何投資都要留意風險